小梦 5514火车是几点的呀 明天上午十点 明天上午十点 你就坐着这551 你给我回农村去 你自个儿在农村过年 好好地表现 好好地改造啊 你也给我弄一个 倒数第二的状怒 你把这些老转 给我比下去啊 你也跟别人一样 拿一个回城的名额回来 让你妈也高兴高兴 行不行 儿子 妈 您不能这样 你看这马上要过春节了 你让他到一个人 不是 他在这儿 冰天雪地怎么过年呢 你别腿 你妈说的就是正直 我都得听她的 不是 妈您真不能这样 妈您 东哥回去 东哥回去 要干干吗干吗去 我现在偷腾着了 妈您真是 走 走 走 没有一个让人省心的 这没你们这样 都走 你呀 你找死我自己想 小孩 快偷 走 走 妈 要不这样吧 我也甭明日走了 我现在就走 我去赶最晚一趟 长途汽车 我回乡下去 行不行 好啊 你走啊 把他行李给我拿出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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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你妈的话 好好表现争取早点回来 咱们是老百姓 没有什么路的 走不了后门 你自己好好干回来 给你带点钱 你路上 你先拍摄 你什么事 我来估计 我来带她 她来估计 你什么事 估计 你这么快 我来估计 你什么事 不是 给他带的钱也没拿上 也不知道能不能饿到路上 你哭什么 你看 赶他走的是你 现在哭又是你 不是那话和话说到那儿的吗 你笑着大春节的太阴厉了 那个人怎么过的 还有人呢 来 能到了 马上来信啊 我没事 关键是你 既然考上了嘛 就要好好读 机会难得呀 想当年那么多人想考都没机会呀 爸 虚导了 今儿都叨叨几遍了 行 我虚导 我告诉你 少壮不努力 老大图伤悲 霓儿 要学学你哥 朝工程师的方向努力 好 努力 我知道了 对 你回去吧 好 那个 我送你爸上完火车 马上就回来 您二位 注意安全 好嘞 爸 我放暑假就去看您 好 你找我帽弟弟吧 我给他送钱去 货是我引起的 那你不用送了 我已经把钱送他们家去了 事摆平了 是这样 那我也得看门去 你干吗去 他回农村了 回农村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跟我进屋